本身是民建聯主席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認為 假如新一屆政府未能順利在交接前完成重組架構 可能出現政策混亂 但他估計7月1日前過到立法會的機會並不大 因為在議會中泛民說明要拉布 說明不讓你過 或者有些人說一定要7月1日要過 他們已經公開講了這些論點出來 現在我們可能要過幾關 例如他們搞很多修訂這個決議案 他拿了這次經驗會繼續搞很多出來 我們可能連續要開很多會議 另外財委會過文件的時候 可能也要拖得會議很長 反覆提很多問題 我們都不知道他要拖多久 所以我自己的分析都覺得是有問題的 是不樂觀的 譚耀宗表示 在立法會過去兩場就重組政府架構舉行的宮廷會上面 大多數出席者都支持重組建議 對於梁振英建議優化問責制 譚耀宗認為目前新舊政府正在交接 不可以停下來檢討問責制 應該是兩年後再作中期檢討 香港昏返電視記者紅音報導 至於是否做了 感谢观看